一大片鋼板隨著機器作動 要來個大變身 透過滾輪持續運轉 原本平整的樣貌 能變成圓形或是錐形 另一頭也在忙著變身改造 這邊的主角是鋼管 利用旋管機能將長條形的鋼管 宣稱一個個大圓圈 並且緊緊貼合 而這個火焰鏽更是吸睛 利用六百度高溫 一邊旋轉擠壓 將圓桶狀的構造雕塑成所需的樣貌 有了這台懸壓機加工 能將以往十天的製程 縮短到一天左右 而要把這比人還要高大的 爐筒跟鍋殼組合 不但配上吊掛手臂 就連小山貓也出洞 鏡頭帶迎到這兩千坪的廠房 工業鍋爐的一條龍鏟線 盤見曝光 鏡頭記錄下一個個零件分別製作 再一步步組裝加工成型 這每一個鍋爐 從設計製造到檢驗 平均都得花上三到四個月 水管式鍋爐的話 它針對於針刺壓力比較高 或者是燃燒的物質會比較髒 它可以藉由管外來做排放的這個動作 發電廠鍋爐 它都是用水管式的鍋爐比較多 而所謂的工業鍋爐 舉凡生產製造中 需要大量熱能鍋爐都能派上用場 像是石化 化工 紡織 食品業等等 許多知名企業都是他們的客戶 像最近我們接的台塑南亞 像金蘭這種客戶都已經四十年 可以從這裡差不多四十年 連包括飯店也要 我不要講到連做豆腐的也要 做豆皮的也要 做火箭的也要 所以說我們的跨行業別 會比較另類 包羅萬象 鍋爐應用面紅廣 騙及日常生活大小事 甚至國防 航太也少不了它 國防這些設備也很早就有涉獵了 一直都有參與 早期的像戰車的履帶 這些到研發一些往上飛的 這些都有參與到 驕傲介紹自家作品 他是鍋爐大廠創辦人李次福 想當年剛退伍 哥哥李寬信就找他一同創業 因為六七零年代 佔職臺灣工商業 蓬勃發展期 製造業對各式鍋爐的需求 跟著擴張 讓他們決心賭一把 鍋爐是一個工廠的一個必需要的火車頭 所以說在六十五年 六十六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剛踏穩的時候就已經有不錯的業務 抓對實際創業第一仗打得還算漂亮 先從維修做起 開啟專門修鍋爐的二十多瓶小工廠 藉此累計經驗 鍋爐它長期間是處於一種高溫高壓 二十小時都承受這種最尖端的一個挑戰 那要研發一個鍋爐或一個壓力容器也好 那是要經過一個很緊密的設計材料的選擇 有了基本工再進一步探索 如何製造耐高溫耐高壓的鍋爐 而這樣的產品不只臺灣人需要 更是用全球的各行各業 事業體也慢慢往海外延伸 我二十五年前登過全世界最大的破冰船 我在上面固定那個鍋爐 那個零下五十度都是收集很多資料 它的用料 連塑膠都會碎掉 連鐵都會碎掉 克服零下五十度的超低溫 換了半年替南極觀測站打造鍋爐 這四十多年來 他們挑戰各類客製化 但通過製成的南關後 這龐然大物運輸也經常轟閉 開了一個多月的傳到南非 起重的時候竟然鋼索斷掉 就整個掉到海裡去了 昨天在泰國已經好不容易到了 它還有警車開到 還有後面的那個水護車 竟然把整個立體交叉的 那個路橋給撞斷掉 到奈及利亞 那客戶要卸貨櫃的時候 貨櫃打開就被人家持牆來搶劫 那當然鍋爐他搬不走 零件他 他就被拿走了 鍋爐又打又中 曾經掉進海裡還撞過路橋 甚至遇到了碼頭腹地不夠 無法卸貨 更碰過牆劫 生命安全受威脅 考驗沒停過 但每一回危機 他們兄弟倆都攜手停過 四十幾年大家也習慣了 你到了公司來 對不起 你就是總經理 你就是經理 你也不是老闆 老闆只有一個是董事長 我們都聽他的總司令 我們從開始就已經制定得很清楚 吳慧妍 家人一同創業 有利有弊 靠著深厚情感當基礎 走過風雨 成立將邁向五十年大關 鍋爐大廠伴隨台灣工商業發展 如今第二代陸續返家 接手事業 期盼能再見證下一個經濟奇蹟